影片傳上去 那個影片可以不一定是跟上個禮拜一樣的 你自己再找一段影片 把它丟上去 丟上去的時候呢 我建議你丟之前先把它改成私人的 然後再把它拖拉上去 你可以用拖拉或者點擊它 去找一段影片都可以 比如說我在桌面上也有一段影片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找到那個影片 然後按開啟 不過已經傳過了 就不要再傳了 然後一傳上去 二的話呢 再到哪裡呢 創作者工作室 反正一樣 無論如何 你就是到創作者工作室裡面的影片管理員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你傳上去的影片 比如說就這一段 那你就做什麼呢 強化 強化裡面的話 不外乎就是用剪輯 剪輯特別注意喔 頭 尾 記得用拖拉的 那你怎麼知道是不是三分鐘 你可以看一下 你拖拉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時間 比如說我現在時間到一分鐘好了 不過剛剛有一分鐘不太容易 一分鐘 假設一分零二秒 那我再拉過來大概一分鐘 所以大概兩分零三秒 那這一段是按完成有沒有 它就會大概一分零一秒 利用這樣的方式把它剪一段 那或許你可以再加一個什麼自動處理 穩定啦 然後加一個篩選器 都可以啦 甚至你要Slow Motion 或者你要加快速度 隨你 反正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就是 讓我知道說 你有用這些功能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 篩選器 還有是不是要加馬賽克 加一下感覺好像會更明顯 最後記得另存新檔 那存三段影片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三段影片 做好三段影片之後的話 那就會有 把它重新命名 010203 那010203做完之後的話 可是我們上個禮拜是用播放清單 把這個影片放在播放清單 不過今天我沒有要讓各位做播放清單 而是希望怎麼樣 請你幫我把這三段影片變成一段影片 並且加上片頭 比如說這三段影片 你可以重新給它取一個名稱 片尾 片尾也許就The End 或播放 也許你可以講一下剪輯是誰 到底是導演 或者是後製是誰等等 你可以加一下後製某某某 諸如此類的 那怎麼加那個片頭片尾 比如說這邊一進來的話 那也許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片頭 片頭就是這個影片的名稱 也許我叫做文史之士組織與建構 雲端剪輯 然後片尾的話會有The End 這樣的畫面 但是因為這個影片實在是賺太久了 其實理論應該要出來了 是啊 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在用 OK 有了 有沒有 片頭出來了 有沒有 不過它的時間可能有點短 一下子 片頭 有沒有 片尾 比如它講完 OK 片尾 講完之後The End 有沒有看到 中間的話呢 就是把這三段影片 先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那怎麼樣把它全部接在一起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在哪裡 一樣回到創作者工作室 反正你做任何動作 你不知道回哪裡 你就是回創作者工作室 記得喔 在哪個地方喔 在創作工具箱 這個地方 不太好找 特別注意喔 這個很容易找不到 影片編輯器 這個非常好用 不過我看過很多雜誌或書籍都很少介紹這個 這個因為我自己每天都在用YouTube 所以我對這邊很熟悉 那要怎麼做 我接下來教各位 主要是把剛剛那三段合併在一起喔 並且加上片頭片尾 今天的作業就是做這個而已 OK 那最後交給我就是一個影片 不是清單 是一個影片 而是藉由這個叫影片編輯器 把它全部接在一起的一個影片 所以今天的作業啦 應該懂吧 應該還OK啦 反正以後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你就去實踐 就用YouTube來實踐 太多了啦 比如說你對於中國文學有興趣 網路上有太多中國文學相關的影片 你可以怎麼做 把它下載下來嘛 然後稍微做個前沿介紹等等的 然後把影片放出來 這也是一種方式啊 也許在筆下還可以寫個部落格啊 YouTube下面也可以寫一些文字嘛 介紹一下 然後你可以轉紙 也許你還有更多的內容 你如果有個部落格的話 像我常這樣做 轉到那個部落格 讓人家看更多 有點像釣魚嘛 放過去 那你部落格裡面呢 也可以放你YouTube裡面的影片 兩邊是互通的嘛 OK 那這樣的話呢 流量就很大了 那怎麼做 首先呢 創作者工作室的影片編輯器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進到裡面呢 這邊下方有沒有什麼 將影片拖一到這裡 所以你剛剛轉的 這個D03有沒有發現 游標放這邊是03對不對 那01在哪01在這裡 請你用拖拉的把它加到這裡放開 第一段進來了 OK 那他會問你說你要不要做修正 不要的話請你注意喔 關鍵在這裡 如果你要再加第二個第三個 注意喔 很多同學找不到喔 請你把這個地方關閉 它第一段就進來了 對不對 第二段就是這一個 02拖拉到它的旁邊 關閉 03這一段有沒有 拖拉到這邊 拖拉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請你記住喔 拖拉是 游標出現十字的時候就可以拖拉了 或者你可以用那個加號 它好像有個加號吧 還是什麼 這邊有個加號 也可以用這個加號按下去 也可以新增 兩種方式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已經把三段影片都放在一起了 如果你按一下建立影片 它會有一個名稱在這裡 它會把這三段合在一起 但是我們還需要一個片頭 跟一個片尾 那怎麼樣加片頭片尾 特別是說一 先把三段放下來 二 片頭特別注意喔 請注意喔 如何加片頭 請你往這個有個工具 這個往右邊 這邊有個工具 算是工具箱喔 你往右邊移到倒數的第二個 這邊有個小A有沒有 小A的地方點下去 它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標題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小A其中 片頭我習慣用那個標題字中 這個 把它拉到哪裡呢 拉到這邊來 表示它是片頭 那我也許我是用這個放大 這個叫The End 把它移到這裡 那就有個片頭片尾了 OK喔 我試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你當然可以怎麼樣 直接拖拉有沒有 拉到哪裡呢 拉到它的開頭 什麼時候放開 會有個虛線出現 放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也許你就輸入什麼 輸入就是 我剛剛是什麼 文史之士 等等 反正這個課程名稱 的什麼什麼 雲端剪輯練習好了 等等 或者你自己用那個 你那個影片的名稱 這樣搭什麼都可以打 對 你不要打不啞就可以了 好這個地方 那再來就是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就可以 OK 字的大小呢 改一下 顏色看你要不要改 底色啦 不過這個我想黑白就好了 最後一樣怎麼樣 關閉一下 再來的話呢 放大 拖拉到 拖拉到 拖拉到後面好了 它的後面 OK 放開 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打一個 然後這個地方打一個 The End 這樣OK 然後它會有什麼效果 The End出來了 大概會有這樣的效果 好 做完了 當然大概這樣就夠了 這個影片 這個是片頭片尾 當然如果說你希望喔 還有什麼轉場效果 這邊有個所謂的轉場效果 什麼轉場效果 比如說要漸進的 一個影片到一個影片要有漸進的效果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有一個這樣慢慢出現的效果的話 它可以有一個漸進效果 還有什麼差距啦 比如說你可以在這邊 影片跟影片之間 它會慢慢慢慢有一個什麼差距的效果 不會一下子跳另外影片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 還有方向 向左向右 你可以再做一個什麼 轉場效果 這邊還蠻多的 然後就是放在影片跟影片中間 這個地方如果出現這個的話 沒關係把它關掉 這個再關掉一下 最後記得 把影片的名稱 也把它做一個變更 也許叫做什麼 文史之士 剛剛一樣的名稱吧 也許這個名稱 最後請你把它改 這個應該都不用改 直接就按建立影片就完成了 我應該懂我在做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到那個我們的影片編輯的這個 第一個先把影片放過來 再加上片頭跟片尾 再加上轉場 最後做一個建立影片完工收工了 它當然不會馬上出現 大概要等個三五分鐘 有沒有 它這邊什麼做穩的 我們正在處理您的影片 OK 那最後你如果回到影片工作室裡面 它就會幫你再轉換 那可能當然要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應該沒辦法馬上播放 正在準備 大概三五分鐘吧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基本上 就是練習YouTube的雲端剪輯功能 那主要是裡面的強化 你就把它剪三段 然後再利用那個我們的創作工具箱裡面的那個影片編輯器 然後加一個片頭加一個片尾加一個轉場 其實這樣子我想一個影片看起來已經還蠻不錯的 那也有你自己的東西在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那今天的作業就是把這個影片做完 然後記得權限也是不要用私人的 你用那個不公開也可以 他如果說你這東西你要公開當然也可以 OK 然後就是大概這兩段 OK